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再去跟進一下 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 有幾宗資料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就是網絡上面 現在就瘋傳一條信息 說CIA局長哈斯佩爾 遭到了逮捕 第二宗就是麥肯納尼將軍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公開呼籲特朗普總統 要實施這個緊急狀態 以及對於叛國者進行逮捕 第三宗就是主流媒體又再斷章取義 報導司法部長巴爾所說的話 搞到司法部發言人 要專門出來補飛 第四宗就是 賓州議會似乎沒有擔當 在休會之前 竟然間 還未作出收回選舉人任命權的表決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過去兩天 網絡上 在封傳一條信息 說CIA局長哈斯佩爾遭到逮捕 我們先講這條信息的內容 然後再去分析一下真偽 這條消息就是這樣說 說在今個月初的時候 美軍去到德國法蘭克福那裡 截獲了一批CIA電腦伺服器 原來這個哈斯佩爾當時都在場 並且還受了傷 後來他被飛機救了出來 並且送往關塔那摩基地 進行審判 由於 這位哈斯佩爾 同意來交代這次大選的內幕 以及供出相關的涉案人員 於是可以換取不被判刑 有一大群叛國者 相信很快就會遭到逮捕 以上就是網絡瘋傳的那條訊息 到底這條訊息所說的東西是堅定是流的呢 老實說暫時就沒有很確切的證據 是可以核實得到這單訊息是真的 但是要證明這條訊息是假 也是很容易的 因為裏頭所提到的那位主角 就是CIA局長哈斯佩爾 如果這位哈斯佩爾是能夠 在公眾場合那處露面的話 基本上 這個傳聞就會不攻而破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翻查過資料 其實這位哈斯佩爾 就已經有好一段的時間 沒有在公開場合那處露面 這個位當然就是有多少的不尋常 作為一位那麼重要的政府官員 沒有理由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 而且在過去的兩天 Twitter上很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哈斯佩爾去了哪裏 沒有人是拿到一個確實的答案出來的 而且過去 那些美國媒體也曾經報導 說特朗普有意撤換CIA局長和FBI局長 現時的FBI局長就是克里斯托弗雷 但是無論是CIA局長還是FBI局長 都跟特朗普不是那麼咬圓 因為特朗普都曾經是公開這樣批評過 這兩位仁兄就是不作為 面對著這些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好了 現在這個傳聞 的前半段 其實就跟忽林將軍他們所說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出入沒有矛盾 這個前半段就是 是說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那裏 截獲了一批CIA的電腦伺服器 這段就是曾經有人 實牙實恥地說過是真的 無論是弗林將軍 Linwood律師 鮑威爾律師 和麥肯納尼將軍等等 他們都說有這件事存在 但是後半段 就是講到關於哈斯佩爾 究竟他 是不是真的在現場 並且是受了傷 這一段就未有人 是實名地認證過的 這個就是網絡上傳的訊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這位哈斯佩爾 他現時真是安然無恙的話 就很應該在Twitter上打個卡 告訴民眾 他身處在何方 現時就是沒事的 自然很多東西 迎刃而解 不需要大家在這裡猜猜 這個也是闢謠的一個好辦法 當然如果要闢謠的話 首先就是網絡上 現在所在封存的 這條訊息 要是謠言 才行 如果是真的 就沒法闢謠 所以 到底這位哈斯佩爾 何時才會現身呢 值得大家留意 好了 說一下第二件事 脈肯納尼將軍 今天上到WVW 電視台的時候 接受了訪問 他提出了一個 挺重磅的建議 他就說 特朗普總統 應該 基於在2018年9月 所發佈的那一道行政命令 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那道行政命令 我們昨天就已經是介紹過了 如果大家未聽 就可以去聽 麥肯納尼將軍還說 這道行政命令 明確指出了 當美國的大選當中 出現了外國勢力介入的時候 總統是有權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為什麼麥將軍 那麼著緊說要進入緊急狀態 他就解釋 說因為總統 在國家緊急狀態下 是可以立即逮捕那些叛國者 以及是涉獲的人 他就提到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表明 部分州是有預先計劃進行政變的行為 這些都是屬於叛國罪 而不是單純的選舉舞弊行為 因為這幫人就試圖來推翻整個政府 這個就是麥將軍在受訪的時候的說法 當然特朗普會不會接納麥將軍這個建議 其實就好看他本人想怎樣來處理這一場的選後爭議 如果是要採取一種強硬手段的話 老實說 根據現在的文本所寫的東西 他的確是可以正如麥將軍的建議去行進的 但是他是不是要走得那麼盡 又或者 就算他想走這一步的時候 背後的勢力會不會想抑制他走下去呢 這些都是他要考慮的事情 但是 我們又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上兩個星期的時候 有一宗消息大家應該記得 就是鮑威爾律師登記了成為軍事律師 這個軍事律師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可以控訴那些被告叛國罪的 現在麥將軍就提出了這個建議 究竟他和鮑威爾律師之間是不是有一個默契在這裏呢 而他兩位和特朗普又有沒有一個默契在這裏呢 這個就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了 因為 之前有些人以為撿到保 特朗普已經解僱了鮑威爾律師 我們之前其實都有解釋過 根本上他們就是要分頭行事 因為 這位鮑威爾律師 他要斟酌的不僅是這次大選的結果 而且他還要針對那些腐敗的州政府官員 事實上有些人真的是腐敗的 比如說我們昨天提到那位共和黨的州長杜西 人家一方面的州議會就召開聽證會 搬出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證據出來的時候 你同一時間就走去一個屈尾十 簽署確認那個選舉結果 這些根本上就是 郵大的行為 這些就是 張學良的行為 其實就是出賣了特朗普 所以鮑威爾律師還要針對那些腐敗的官員 為免特朗普尷尬 所以他 不再是特朗普法律團隊的成員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左膠不需要撿到保 特地拿一節出來說 有什麼好說的 你根本都不了解 接下來就講一下第3件事 就是 左媒 又在報告假新聞 司法部長巴爾 今天就走出來說話 那些媒體就斷章取耳 我們就聽聽司法部發言人究竟是怎麼說的 他們就說 有些媒體就是創意地報導 說司法部已經結束了 針對選舉舞弊行為的調查 以及就是 司法部宣佈了在選舉當中 是沒有出現選舉舞弊的行為 這些根本上就不是司法部長所說的東西 司法部也將會繼續盡快搜集 並且是積極追查所有具體 而且是可信的 選舉舞弊指控 人家就說得很清楚 巴爾是沒有說過這些 雖然這個巴爾本身都不是一個忠臣 老實說 要聯邦的參議員和眾議員聯署 踢一踢他才動一動 肯去作出一些調查 但是大家也知道這個人 對於特朗普不是那麼忠誠 只不過 沒有說過就是沒有說過 所以 司法部那個發言人就出來 幫他繼續盜底 我又看到那些左翼評論人 看到有這樣的資料 就馬上在這裡大做文章 好像撿到寶一樣 很興奮 實情這件事有什麼特別呢 人家那個發言人都已經澄清了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你如果不相信那個發言人的話 你叫巴爾出來推翻了這個發言人所說的東西 他就可以了 即是在做評論之前 不是說完全不看主流媒體的消息 但是在看主流媒體之餘 也都要兼職一些保守派的媒體 以及一些網絡上的訊息 你才能夠有一個全貌 可以得出來的 你只是看一邊 現在CNN都被人揭發了 原來他們故意來壓縮特朗普的報導 根本上就變相讓他滅聲 不是怎樣報他那些東西 如果只是看主流媒體之後 就做評論 那肯定是片面的 肯定會偏頗的 你有立場都不要緊 每一個人都有立場 但是你不能夠看完一邊 就當那些東西是真 然後另一邊所說的東西 就當它是假的 這些根本上就是不公穩的評論 就不要妄稱中立 最後就想說一下 賓州議會有些議員 就真的完全沒有擔當 面對著整個共和國 發生這麼嚴重問題的時候 他們竟然是選擇 迴避 和退縮 本來有一班 相當有勇氣的賓州議員 就已經 入了一個議案 就說要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不希望那個州長來自行提名的選舉人 但是這項議案 在今天的午夜時份 就已經失效了 為什麼呢 因為賓州議會是要休會了 直到1月7日才復會 現在那群有心的議員 就重新來 入這份動議 問題就是 去到1月7日 就蚊都睡了 到期時讓你通過這項議案 那麼那些選舉人都已經投票了 還有驕傲 所以現在有些有心的議員 比如說是道格 他就希望 宣佈暫時休會 快點來 審議這項的動議 但是 官符賓州眾議員 在102名的議員當中 只有40位 聯署 在這個議案上贊成 請問另外那62位去了哪裡 這些完全就是 在這裏逃避 是不是不想被這些 所謂政治污水沾濕自己呢 還是 其實那群人 某程度上有些把柄 被那些深層政府抓住了 還是 他們有部份人 受到了威逼利誘 不敢說 還是怎樣呢 還是純粹懶惰 不作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這些不是作為民意代表的 應有態度 所以特朗普的連任之路 就是充滿了崎嶇 如果這個賓州議會 搞不定的時候 其他那幾個州 就一定要全部 四川一中了 才行 中少一個州 其實這條路 已經 基本上 很艱難 所以大家就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才行 當然還有另一條路 就是司法的道路 第三條路就是 麥將軍 他所作出的建議 但是來講 無論最終情況是怎樣 我就看不起那些 所謂勝利球迷 就是萬禁走出來潑冷水 又說拜登已經是贏了 叫你這些人不要做夢 諸如此類 首先特朗普他本人 他都沒放棄 他仍然是相當堅持的 第二就是 就算被這些傢伙 被你猜中 誰會上台 那又怎樣 你現在看到 香港出現了那麼多的情況 拜登是完全沒有提過任何一句說話 以及沒有表態 到底由他來做 是不是代表著對香港最好呢 所以 就不需要在這裡經常潑冷水 而且 未去到最後一刻 都未知哪一個輸贏 好啊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